今天我們啟用的國際人才服務局研覽中心 展現出臺灣積極研覽全球人才的決心 今天現場也有許多位來臺打拚的國際夥伴 像是 YouTube 創辦人陳思俊先生 他就是第一位就業金卡的磁卡人 他來臺創業的目的 是為了證明打造國際級新創不只是細骨能 臺灣也可以 為了維持衡升臺灣的競爭力 陳思俊創辦人跟我見面時 跟我建議臺灣一定要延攬各國的人才 事實上這也是我們執政的目標 我們要延攬更多的人才在臺灣落地生根 讓臺灣成為全球經濟的關鍵力量 尤其是在全球都面臨少子女化 以及後疫情時代所產生的缺功問題 解決人力的問題對臺灣來說是至關重要 在 2018 年我們施行的外國專業人才 延攬及僱用法建立的就業金卡制度 讓外籍人士來開就業可以更便利 2021 年我們更進一步的收盲了 外國專業人才的工作居留規定 並且優化租稅及社會保障等相關的權益 截至今年9 月 我們就業金卡的有效卡數已經超過6500張 涵蓋100多個國籍 今天現場就有來自美國 印度及烏克蘭的朋友 國際人才服務及延攬中心的啟用 更代表臺灣張開雙手 歡迎世界各地的朋友來到臺灣 就業 投資和生活 透過這個中心 我們擴大服務的量能 服務的對象 從原本的6000多位就業金卡人 增加了5.6萬名外國人才和上萬名眷屬 未來外國人來臺灣 不論是申請程序 後續的就業生活 或者是子女的就學 都可以透過一戰式的服務 更有效率來協助外國朋友處理相關的問題 我也要告訴大家 行政部門也透過跨部會的合作 來擴增各類的雙女班 來滿足外國人才子女的教育需求 並且優化各項金融 外語租屋的服務 提供我們外國人才更便利的生活 今天我們有許多工部門的夥伴也來到現場 除了要謝謝大家對攬財工作的付出 我也希望未來跟大家一起繼續努力 讓臺灣和更多的國際夥伴 建立更多樣的合作關係 成為世界級的人才匯聚中心 謝謝 謝謝大家